一个贫困的日本女子会借钱与很多男人交往,此后头像却印上钞票。 异朋友们都知道,能被印到纸币上的人都是一个国家最昭明的人物,那么,这个女子是谁? 她的头像为何能成为五千日元上的肖像? 二,她是通口一夜,日本明智时代最与众不同的女作家,为何说她与众不同呢? 一在她的人生,十分短暂,二十五岁及今并去世,二在她的名作,都是在短短十四个月里写出来的,被日本人视为奇迹。 三是当时女作家,多出身名门,写着风花雪月,而她却出身底层,写的是底层人的生活,是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。 三,这是她和母亲以及妹妹,母亲是个传统女性,因此,尽管父亲送她进了学校,却在十一岁时因母亲反对而退学,三年之后,父亲再度送她读书。 一八八八年左右,对十六岁的她而言,是多灾多难的,大哥去世,二哥与家里断绝关系,父亲生意失败,不久也去世,而未婚夫,也与她退了婚,她的生活十分贫困,后来看到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,拿了很多稿费,她也学着写小说了。 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一年,她当了记者,但她更愿写小说,于是投入当时的名作家半井桃水门下,师徒二人日久申请,却因他人的嘲笑与反对而分开,在半井桃水纪念馆里,他们两人的照片并排在一起。 一八九三年,她的生活更加贫困,搬到了贫民区,靠借贷过日子,开了个杂货店,却又不善经营而倒闭,为了借钱,她与很多男人来往,更被人瞧不起。 在困苦之中,一八九四年十二月至一八九六年一月,却是她创作的井喷漆。 五大年夜,青梅竹马,十三夜等作品被创作出来,在文坛引起极大轰动,然而,她却因人生不如意,而陷入贫令交加之中。 这是她最后一张相片,学者们推测拍摄于昭明摄影师小川一帧新开张的照相馆。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,通口一夜去世,末年不到二十五岁。 六,她过世之后,一些日本作家组成一夜会,出版她的作品,研究她的思想,携着方小小的坟墓,便是通口一夜最后的安息地。 八,她应该不会想到,自己的头像,竟然会被印在钞票上,被人敬仰,本文照片,来源网络,感谢原作者,若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